好来看到漫画大师敖又翔 关心东华大学的地震灾损 特别将他在疫情期间创作的 十八罗汉漫画系列捐出一卖 所得要作为东华大学的校舍重建基金 近几年定居花莲的漫画大师敖又翔 在地震过后发起一卖活动 将他在疫情期间创作的 十八罗汉漫画系列捐出 要作为东华大学校舍重建基金 我想住在花莲 外面的人多少都会有点 家里都会有点损失 那我们这个东华大学 在这次地震里面损失很惨重 也烧掉了一栋很好的校舍 那我们就发起这个画作意脉 其实小小的绵薄之力了 看能不能够做一些 桃砖引玉的工作 因为我刚好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在这家闭关嘛 那就很喜欢写信经 那又想说信经光是文字就比较枯燥 就想说结合一些图像 那我就选了十八罗汉这个题材 那也在去年的 去年完成 农业也在这个台东的闹路湾饭店办过一次展 东华大学前副校长林俊峰代表校方感谢敖右翔的一举 我们非常高兴 因为奥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 那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最困难的时候 奥老师站出来 不愧我们多年的交情 我们东华大学非常感谢奥老师 这次受灾情况当然 如各位所知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最主要就是我们整个花莲 没有化学专业的消防队 包括军方 我们这几天也有找军方来 他对我们一些化学品也无法处理 我觉得这个中央这个部分要积极补强 因为毕竟牵扯到花莲台东两县 众多的县民 以及外来的游客等等 这个事情刻不容缓 即日起到4月21号 敖右翔十八罗汉系列漫画 就在博爱街上的一托邦一郎展出 意卖价格只有原价的二分之一 欢迎喜欢漫画 喜欢熬右翔作品的民众 踊跃前往参观认购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